这里指的睡眠 就是指我们非正常的睡眠 贪睡懒睡 那个睡 很多人睡长时间 他还不能够恢复好这个经历 睡得昏天黑地 就没有真正在睡觉 而是因为懒惰的这种习性 所造成的这种覆盖 所以说去睡眠盖 指的是这个 那么对睡眠贪拙 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烦恼 就是财色明神睡第一五条根 他会障害我们的道业 让我们会善失正念 糊里糊涂的 失去我们更高的生活品质 所以说不断的睡眠 过度的睡眠通常来讲 这个来自于我们 分天黑地不规律的 黑白颠倒 不规律的灼溪 比如有人是晚上该睡不睡 耍手机追剧 第二天起不来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冬天早上想多睡一会儿 再多睡一会儿 然后就睡过头了 朝末的时候有人进来 能睡到中午 这样的睡眠 别说常修的质量 时间久了 身心健康 倒很难保障 所以说我们出家人 长期坚持过这种 传统的丛林宗教生活 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 上早课 打坐 晚上打晚到点 就只息 休息了 那么生活就很有规律 时间久了 这个睡眠该就慢慢慢慢 学着你规律的生活 这个就能够对治好 不过 要是宗教生活坚持不下来 该起来 上早课 起不来 时间长了 人就萎靡了 人精神就慢慢慢慢的 就退位 那么在家人呢 我们早起做不到 但是也不能经常睡得时时的 比如五六点钟 六七点钟就要起床 坚持早睡 早起 尽可能把我们的生物中 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那个保持健康万圣的精力 逃入到禅修之中 逃入到重要的工作和学习之中 像睡眠液 睡眠盖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气色的 我们要坚持规律的生活 慢慢来调 一定一天一天做一点 就能够做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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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